一開始有朋友建議我參加Tex拆配的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 我跟他說 好好好 但其實我內心是覺得是相當的不以為然 我不太相信我有這樣的能力或資格 本身算是消防人員的基層幹部 那我就去思考說 那我是不是等到我自己更有影響力了 在社會上的地位好像更高的時候 我再出來跟大家分享 好像會比較有說服力吧 那我現在以這樣的身份來分享的時候 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但後來我有一個體會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Tex拆配它的最核心的宗旨是 Idea World Spreading 就是值得散播的理念 所以我就反思說 今天如果說我想分享的故事 或是我想要分享的觀念 它是一個值得散播的理念的話 那為什麼我要那麼去在乎說 我自己到底有沒有資格來表達這件事情 其實火災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們需要去對抗的一個敵人 那我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其實我們非常努力的做好很多的火災的宣導 或是火災觀念知識的傳達 但是以這五年來看 五年之內我們還是因為火災死亡 大概有五百多人 平均每年有將近一百五十個 因為火災而扣碎的家庭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透過 更不一樣的方式 把正確的知識傳達給更多的人 那這個影片後來在Tex拆配上線之後 造成蠻多的迴響 有幾個比較大的迴響 包括其實有越來越多的人 他們有發現到 原來他們過去所得知的 火災的知識是錯誤的 另外我有針對我們影片裡面 我把迷思做更細緻更完整的說明 呈現在我的部落格 那也有蠻多的一些優質的媒體 有協助把這些知識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那另外據我所知道 有一些學校 或者說國中小學的老師們 他們把我的影片當作是 他們在防災觀念 或者說在自然科學中 有關於防災那一塊的教材 甚至我還記得有一個 我們好像是高雄還是哪個縣市的老師 他也把我的影片裡面的內容 他做成了學習單 做成了學習單 讓很多的同學們 很多的小學生們 他們甚至在看影片之後 能夠回去做題目 然後也把這樣的觀念 分享給家裡面的人 其實之前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因為我本身是公務人員 那我會覺得說 公務人員這樣的拋頭露面好像 而且我成績又不是很高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到那個現場之後發現 其實每個人 他們 先不用管他們的頭銜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大家都非常用心的 去思考說怎麼樣子 讓自己的影響力能夠發揮的更大 讓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故事 所以第一個 得到第一個最大的收穫 就是我聽到了很多很棒的故事 第二個就是我認識了很多 非常願意發揮影響力 非常有想法的朋友 那第三個就是 我體會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其實我在站上年會舞台之前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能夠站上Tag Taipei這個舞台 那登上Tag Taipei之後 我體會到最深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完成了一件事情 最讓我感動的 並不是說我已經把它完成了 而是我在當初 終於下定決心要參加Tag Taipei Open Mic的徵選 從那一部開始 我覺得最感動的反而是 其實那時候當下 我願意踏出這一步 去嘗試把我的故事 還有我的想傳達的理念 透過很濃縮的方式去傳達給大家 當初如果說沒有踏出那一步的時候 我猜想也沒有接下來後面的 不管是很多的影片 或很多的 更多能夠分享的機會 或者是跟其他領域 能夠合作這樣的機會 所以在第一步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謝當時 做了那樣決定的時候的自己 別讓迷思成為你命運的殺手 記得小火快逃 濃煙關門的觀念 並帶給你身邊的每個人 如果有正確的觀念 我們除了可以自救 也可以降低消亡人員 為了搶救那些應變錯誤的民眾 而深入火場 甚至犧牲的風險 每個衝進火場的消亡弟兄 他們的背後也都是一個家庭 他們可能追一秒救著人 但下一秒 卻連跟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2016 Open Mind 6月1日開始報名 我們邀請你一起站上這個舞台 說你的故事 分享你的好點子 現在就上網報名